那么下面咱们的另外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反向传播了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已经说完了这个最优化问题啊 咱们是通过这样一个梯度 然后呢不断去求解这样一个最优值啊 但是怎么样进行求解啊 怎么样由一个最终的Loss值 然后得出来我一个全中值该怎么样进行变化呢 这里咱们要引入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一个反向传播 那么其实呢这个神经网络啊 它是可以由两部分来组成的 一部分叫做前向传播 另一部分呢叫做反向传播啊 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由一个数据得出来这样一个得分值 那么这个过程叫做一次前向传播的过程 反向传播的过程啊就是说 由你得分值在算出Loss值之后 我由这个Loss值一步一步的往回传 去算一下什么样的W该更新 什么样的W该更新多大的力度 那么这一步叫做反向传播 其实呢这个最优化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体现出来的 这个最优化就是在咱们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当中体现出来的 再给大家解释一遍啊 前向传播就是说 由这个输入数据跟全中参数组合完之后 得出来了这样一个得分值吧 再由得分值得出来这样一个Loss值 由一个从前到后的顺序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前向传播 那么反向传播呢就是一个从后往前的顺序 由这个Loss值一步一步往回传 回传到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当前的一个Loss值 不是得到一个当前咱们该怎么样去更新这些全中参数了 在反向传播当中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更新这些全中参数了 咱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说一下这个反向传播吧 首先呢咱们假设啊现在有三个样本点吧 分别是X还有Y还有Z这三个样本点 然后呢这三个样本点啊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说有一个XX是先跟Y进行了一个相加操作 在这块有个加号然后呢X加完Y之后啊 再跟这个Z进行了一个乘法的操作 我们看这块有一个乘法的操作 最终呢我得出来了一个值啊 得出来了一个F值它是等于几啊 它等于几就是-2加上5等于3 3再乘了一个-4等于-12吧 那我现在就好像好比啊咱们现在得出来了一个损失值 它是等于-12的 然后呢有了一个损失值之后啊 我现在要算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要去算一下 就是说这个X还有这个Y还有这个Z 分别对这个F做了多大贡献 因为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现之前咱们要优化的是这个W吧 我们要算W跟L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些W可能会使得这个损失含入值偏大 那么有些值比方说我现在一个W升大之后 L也升大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把W做一个什么样调整 我就需要把W减小吧 因为你把W升大了 最终Loss值升大了 说明效果不好了 那我显然要把W进行一个减小吧 但如果说另外一个W 另外一个W增大了 Loss值是减小的 那我应该干什么 我应该使得这个W增大吧 我现在就要去算一下 这些权重参数对我最终的一个Loss值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现在我要算这样一个事 不同的权重参数 对我最终的结果是产生了大的影响 还是产生了小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我们希望这些权重参数 能够使得这个Loss值它是越小的吧 那现在我就要来看一下 这些权重参数做了多大贡献呢 分别是 首先我们来看这块第一步是算什么 第一步有一个X加Y的操作吧 在这里我们指定一个额外的元素 就是Q 这个Q它是等于X加Y的 这个节点进行了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呢 另外啊就是说我们最终这个F等于什么 这个F它是等于用这个Q再乘上这个Z吧 进行了这样一个操作 F是等于Q乘上一个Z的 那我现在想算一下 这个Z对这个F产生了多大影响 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算这样一个偏导 就是说用F 然后呢 对我这个Z求这样一个偏导数 那我看啊 这个F等于什么 F等于Q乘上Z 那这个F对Z求偏导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这个Q嘛 Q等于几啊 Q刚才可以算一下X加Y X等于负二 Y等于五 所以说等于三 那么这个Z的一个偏导数等于几啊 这个F对Z的一个偏导数 它就等于三吧 等于三相当于什么呢 等于三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这个Z往大了增大这么一倍 那么这个F会增大多少倍啊 对那么这个F它就会增大三倍啊 我们这个Z它是一个 Z对F的贡献相当于三倍的 Z增大一倍 F上升三倍 那我来说一下 我是不是说 我这个Z会使得F上升啊 我要使得这个Z应该往这一个减小的趋势去发展的 咱们应该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优化的吧 咱们再来看 这是Z 那对于一个X和一个Y呢 它们会使得最终结果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换呢 咱们再来看 首先啊 这个X和Y 它是先经过了这样一个组合 先是X加Y等于Q 然后呢 Q和Z在进行组合 再等于F吧 那我要算一个X对于这个F做了多少贡献 是不是咱们不能略过中间这个Q啊 那首先第一步我要算的就是说 先底去算一下这个Q对这个F做了多少贡献 Q对F做了多少贡献 怎么算啊 这个F 对这个Q求偏导 F对Q求偏导等于什么 等于Z Z等于几 Z等于-4 那所以说 Z块的一个偏导数是等于-4的 也就是说 现在我算出来了 这个Q对这个F 它的一个贡献是多大的 那-4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这个Q它是上升一倍 会使得我F下降四倍啊 那我是不是说 要使得这个Q值往大了去整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Q啊 这个Q对F做了多少贡献 那接下来我还要求这样一个量啊 就是说 我不是要算这个X对F吗 那你现在算的是一个Q对F做了多少贡献 那我接下来要算的就是说 这个X对Q做了多少贡献 X对Q做了多少贡献 怎么算呢 用这个Q再对X求一个偏导吧 X加Y 我们看这个Q点什么 这个Q等于X加Y 那Q对X求偏导等于什么 等于1吧 等于1我们现在说了 X你对这个Q做的一个贡献 它是一个正1的 然后呢 Q对F做了贡献是-4的 现在我想求这个X对F做了多少贡献呢 这个时候在咱们一个反向传播当中 有这样一个依据它叫做一个链式法则 这个链式法则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要算一个X对最终结果做了一个贡献 那最终结果中间肯定有很多步啊 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这样把T字给它传下来 就是说 先算一下中间 比方说这个Q对F做了多少贡献 做了多少贡献等于这样一个-4吧 等于-4 我再算一下X对Q做了多少贡献等于正1吧 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一个正1 再乘上一个贡献 遵循这样一个链式法则给它乘起来 乘起来之后呢 等于-4 也就是说我X增大一倍会使得F下降四倍 那现在我是不是说X对F做了多少贡献已经算出来了 那接下来这个Y对这个F做多少贡献 是不是也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们还是可以用相同的操作 就是说还是可以用这个F对这样一个Q求偏导 然后呢再乘上一个Q对这样一个Y再求偏导 我就可以求出来这样一个Y对最终的一个结果产生了多大的贡献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反向传播 在反向传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算一下每一个权重参数 对最终的结果它是产生了多大的贡献的 这里啊这个图就更明显了 假设说我现在最终有一个LossL 然后呢中间通过了一个Z 那首先我要先算一下Z对这个L做了多少贡献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Z跟谁相连了 这个Z假设中间这个大节点 它又跟这个X又跟这个Y进行相连了 所以说我还要算一下这个X和Y对Z做了多少贡献 那最终啊这个X和Y对这个L做了多少贡献啊 它就等于先是L对Z求偏导 然后呢再乘上一个Z再对X称偏导吧 那对于这个Y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咱们在这里啊提出了一个基准 就是一个量式法则 咱们的T度不能是由L直接传给Y 这样是不可以的 咱们这个L呢一定是第一步先传到Z 然后再由Z传到这样一个X 它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向啊 它是一个一步一步完成的 不能由一步直接传到头啊 它是通过中间比方说有十组全容参数 那这十组全容参数 那我就要一层一层的往下传 绝不能从最后传到Z1 它是一个逐渐传播的一个过程的 这里啊咱们再举一个稍微复杂点的例子 这个复杂点的例子呢 其实也是蛮好理解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可能大家看起来比较熟悉了 它叫做一个SIGMOD函数 这个SIGMOD函数啊就是说 1加上一个E的-X4me分之1 那么咱们这里啊就是还是要去算一下 对于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啊 它是从后往前一步一步传 传到这个W0W1W2 它是怎么样传到这个W0W1W2的 那么这里啊咱们也是1.2来看 就是说每一步操作 它是不是都有一步明确的操作啊 比方说这块算了一个X分之1 这块算了加1 这块算了一个E的X4me啊 那对于每一步操作啊 我都可以算这样一个导数吧 比方说一个X分之1 它的一个导数点是什么 等于负的X方分之1吧 那么这一步咱们就可以把它的一个输入传进来 1.37传进来之后 带到这样一个负的一个X方分之1里边 它就等于了这个负0.53吧 那么下一步呢 一个正一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X加1吧 X加1求导等于什么 就等于1吧 1乘上负0.53呢 还是等于还是等于这个负0.53吧 这一步一步啊 就是跟咱们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还是要由这样后面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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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最终给它传过来的 那么假设啊 咱们现在中间过程啊 就不一步一步去算了 假设咱们现在传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这块有中间节点 它是一个WX 那我要对WX这个相当于是等于Q吧 我要算一下这个Q对W0求一个偏道吧 Q对W0求偏道的什么 等于X吧 所以说它这一块算出一个值等于X X等于几 X等于负1吧 那这个W0对最终结果产生多大贡献呢 要等于它上一步传下来的T度0.2 再乘上这个X 就是说0.2再乘上一个-1吧 等于多少啊 就等于负的0.2吧 等于这个值 所以说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列式法则啊 一步一步往下传 每一步呢 都根据啊 咱们有这样一些求导的公式啊 都是可以把它的一个T度算下来的 这些T度呢 一步一步传下去 就得出来了最终 这个W0 W1 W2 对于最终的这个Loss值啊 产生了多大的贡献 产生多大贡献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相应的改变了 咱们就要更新这个权重参数了 那么这里啊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稍微简化一些啊 咱们刚才好像是说 这个SIGMOD函数啊 你要这样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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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下来 那这个SIGMOD函数还不算特别复杂啊 那假设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函数 你这样一步一步传下来之后 我也算到什么时候啊 咱们能不能先整体的进一个计算呢 比方说 这个SIGMOD函数啊 它不就是一个 1加上1的负x4密分之1吗 我能不能整体的进行一个求导呢 就是说把它的方框给它框出来 整体进一个求导 整体进行求导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啊 先对这样一个方框整体的求一次导 整体求完一次导之后啊 我们就得出来了当前的一个 当前的一个T度值多少 我们就可以由这直接的过渡过来了 咱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个整体的求导方式啊 再把它给它过渡过来的 在反应传播当中啊 其实通常咱们也是不是一步一步去算啊 一步一步去算 显得太麻烦了 通常咱们也是能整体去算 咱们就给它整体的去算一个这个操作的 然后呢 咱们这里啊 要引入了一些东西 就是啊门单元 比如说咱们看啊 这有一些乘法操作 加法操作 还有max操作吧 这些操作啊 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咱们来说一下 这些门单元相当于是什么 假设说啊 一个加法门单元 一个x加y等于q 那我这个q 无论是对x求偏导 还是对y求偏导 都等于1吧 对谁求偏导 它都是等于1的 那相当于什么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均等分配的一个操作 因为它求完片导之后啊 都是等于1的 那还有一个max门单元 max相当于什么 max的意思 我们来看 假设z和w 我们求一个max 求的是谁 求完是等于z的吧 那最终t度求完之后 还跟w有关了吗 就跟这个w没关了 因为我们求max操作 只会把一个最大值留下来 最大值留下来之后呢 t度直接就传给这个最大值 而不会传一点给另外一个值 那么这个max门单元啊 就相当于对t度 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分配 它会直接把t度 分给那个比较大的值 因为咱们是算了 这样一个max操作的 乘法门单元 一个x乘上一个y 它是等于q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这个q对x求偏导 它是不是等于y啊 这个q对y求偏导 它是不是等于x啊 所以说呢 这个乘法门单元 它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互换的操作 咱们通常常见的 就是这三种门单元 加法是一个均的分配 max门单元 它是一个给最大的 乘法门单元 它相当于是一个互换的操作 那么这个啊 就给大家举了一下例子 这个在神经网络当中啊 这个反向传播 是一步一步怎么样算出来的 怎么样去算这个不同的参数 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多大影响 咱们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 列式法则的方式 给它计算出来的